習近平最近出眾手 這個砍殺自己國內的這個產業 事實上他試圖要重分配的結果 就是在國內割韭菜 在國外很多人都說 他根本就是在這個 坑殺這些外國的投資人 不過這個現象 其實在美國的華爾街 也引起了兩派的爭論 美國華爾街的兩大巨 包括了索羅斯還有貝萊德 事實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是南遠北撤 不過在這個畸變當中 也問一下敏寬 也讓外界意外的發現 原來中國現在成了華爾街 這麼棘手的問題 當然啊為什麼呢 先來看索羅斯先生 索羅斯先生又起 我先跟你說 他九十一歲了 超級有錢 身價高達台幣兩千五百億 他現在一輩子只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他要做善事 因為他從共產社會逃出來 第二個他要打擊共產 那先來說 為什麼他會這麼有錢 他是讓英國破產的男人 他那時候在一九九二年 放空英鎊 放空英鎊完之後 把他人生第一桶金累積起來 他跟英國央行對坐 太厲害了 有錢到這個程度啊 他那時候就是放空英鎊 然後後來英鎊脫離歐元 這個就這個因素 當然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但他最近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中國目前是擁有最高科技 最高競爭力的專制社會 重點在專制社會 而習近平是開放社會當中最大的一個敵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中國的思考 中國的共產主義跟中國的一個企業 貝萊德不一樣 那你知道為什麼貝萊德都講中國好話嗎 為什麼啊 因為貝萊德最大的股東就是中國啊 所以這一來一回 這方向是很清楚的 對索羅斯說完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可以發現了 他目前是站在最高端 為什麼呢 他小時候就是逃出共產主義 沿路一直逃逃到美國去 自己刻苦讀書 創架出自己的一片江山的 但這時候很多騎牆派 什麼叫騎牆派呢 我們先來看喔 伍德小姐 伍德小姐目前外號叫女古神 當然我們不得不說 他真的還蠻厲害的 那為什麼呢 他就是很簡單 一句話 屈強太弱 太弱留強永遠留最強的 弱了就砍掉 所以他在做股票呢 沒有任何的感情 最強的沿路追 所以呢那時候特斯拉再漲 漲一倍 哎呦不敢買了 追 漲兩倍 大家說那種calling 再追特斯拉漲七倍 哇賺大錢 這一波他在中國股市賺大錢喔 結果中國股市一翻轉 你知道他賣賣多快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要賣這麼快 很多基金 很多投資人 他有贖回的壓力嘛 但最近他說了一句話 很貼切 他說什麼呢 他說最近啊 我手中的個股大概出的差不多了 但我們目前呢 只留下了 討好北京的一個企業 那這些企業呢 他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特點 就是要免費的來投資政府 要來協助政府 這當中包括了美團 包括了京東 我認為他們都有這方面的一個 都有這方面的一個傾向 所以我就留這些 剩下的呢 該賣的都賣的差不多了 但是他後面又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呢 我目前要降低對中國的一個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政府太恐怖啦 中國政府對於社會議題 對於社會改造 只要你認定你賺太多錢的話 你慘了 為什麼呢 會管制 但他講這句話會管制 我認為太保守 還太保守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目前市場上的第一苦主 這個第一苦主的是誰呢 是騰訊 各位還記得嗎 就在本週我們跟各位說過嘛 騰訊目前呢 跟阿里巴巴兩個人一起舉手 說好 居然要共同富裕 我們通通捐一千億人民幣 折合台幣四千四百億 以為這樣子可以逃過一命嗎 沒有嗎 沒有 這樣也不行 就在星期四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星期四 中共長官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新的手遊遊戲批文 全部暫停 第二個約談 還約談 他捐了四千四百億 重點是還約談 你知道騰訊真的快哭了 因為就在星期四 騰訊股價一口氣跌超過八趴 然後呢 香港股市跌超過兩趴 阿里巴巴跌了五趴 現在重點是什麼呢 現在是一個企業讓你整到死去活來 他目前騰訊過去是全亞洲市值最高的企業 目前市值少了十兆 臺幣 十兆臺幣 各位很恐怖 他單單市值少十兆臺幣 他的高點在七百七十五塊 這一波最低點 跌到剩四百塊出頭 腰斬了 港幣 當然他還是非常貴 因為港幣四百多塊 還是天文數字 但現在真的是不死 也剩半條命了 但我們現在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不妙 什麼事 為什麼呢 現在中國的包括了國家機器 包括了小粉紅 通通都在抵抗外資 通通都在做國內控制 所以國內能打的 他拼命打 國外呢 造打 最近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什麼事 最近很多的國外企業都撐不下去了 過去中國不行 三十年前 求爺爺 告奶奶 對 無免 無減半 你要土地給你土地 你要工人給你工人 你要貨多大給你多大 你只要來 你只要來投資通通都給你 過了三十年他學會了 他學會了 你還留在這幹嘛 你都已經學會了 你還留在這幹嘛 所以中國的白色家電 已經淘汰了日本的一個競爭力了 那現在呢 最近好多頭鬚吧的員工 真的來到這裡想一想 很難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一輩子三十年的時間 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面 那現在呢 要走了 為什麼呢 不管是東芝頭鬚吧也好 日曆也好 松下也好 山陽企業也好 目前在電視在洗衣機在冰箱等等 完全沒有競爭力了 為什麼沒有競爭力呢 中國補貼啊 目前中國他們的面板業多恐怖 你知道嗎 京東方政府給補貼 沿途都在蓋 然後呢 蓋到連內蒙古都開面板廠 然後蓋一蓋現在 京東方一個人佔全世界 佔快五成 快五成了 那重點是你賣這麼多 做這麼多賣不出去怎麼辦呢 砍價 砍價一砍 砍價一砍 糟糕了 為什麼呢 我們會發現現在那種電視五十吋六十吋的一台台幣兩三萬塊就有了 就是這個因素嘛 那目前對日本來說的話 日本現在要希望能夠保護這些企業能夠離開 對 所以日本產精神他就撥款喔 特別撥款台幣六百一十六億喔 他要幫助日本企業來撤出中國 所以現在包括了 Toshiba 日立 松下 山羊等等 他們要慢慢的往中南半島去做移動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真的是待不下去了 我們換下一張喔 但是現在有一個大麻煩 現在對中國來說排外啊 感人啊 嚴重 然後文革2.0啊 打上癮了 打上癮了著 所以現在呢 任何的 例如說 張君蜜 你今天二十年前的一個論文 抓到就打 對 不對就打 任何打到都打 所以中國的一個排外紅衛兵的一個2.0 現在好多廠商受不了 但受不了怎能怎麼辦呢 是啊 你只能夠忍啊 為什麼 因為你人在屋簷下 所以這個是非常出名 因為我們臺灣天氣比較熱 比較沒有買這個品牌 很多如果去極地探險的 或有到很冷的地方去 這個叫加拿大鵝 先說加拿大鵝 他堅持要在加拿大生產 他的衣服非常貴 非常高檔 但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 很好用 又輕又保暖 他的手工縫製縫製得非常好 現在呢 你不聽話 你不乖 就打 所以包括什麼加拿大鵝 養樂多 美系的一個冰淇淋 他現在動不動 抓到罰錢 罰錢了 動不動就跟你說 你的原料不符 那現在呢 慘了 為什麼呢 本來以為共同富裕 是只有打中國企業 對不對 國外企業也打 國外企業也打起來了 國外企業也打 那現在國外企業也打 你要嘛你走嘛 要嘛你忍嘛 對 所以很多的廠商他受不了了 家具廠商 家電廠商他受不了了 我就跑嘛 對 那很多呢 我做吃的嘛 我做吃的 我市場沒有太大 我只是 因為你們中國的人口多嘛 養樂多 養樂多 剛不是說嗎 養樂多也被打到了 對不對 養樂多都打了 養樂多 他今天為了工人的一個生活 為了工廠的一個生產 因為各位都曉得 養樂多有很多 養樂多媽媽 他們就是沿路到在吹消 這個都是在整個市場當中一些需要幫助的媽媽們 然後呢 他們被罰錢你知道還要寫所謂的我們誠懇的接受處罰 天啊 這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小粉紅現在就無限上綱嘛 現在官員打上癮啊 但是現在對國際的觀察家來說 他們最怕一件事情 為什麼 過去文革中國死四千萬人 讓整個經濟盪盪到不行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 這一波會不會是文革時代再度來臨 會不會是十年浩劫的一個重現 但重點是 現在任何的一家廠商 你知道最怕什麼事嗎 怕什麼事 最怕小粉紅來點名啊 小粉紅一點名 他就蜂擁而上 蜂擁而上 連路大家一直打一直罵 一直打一直罵 各位這就是紅衛兵的2.0啊 罰錢還寫悔過書啊 罰錢還要謝謝你 還要謝謝誠懇的接受處罰 但現在呢 問題比各位想像的嚴重 剛學友哥有跟各位說 中國很多地方有蚊蟲有什麼的 六起還記得嘛 就在去年啊 中國發生什麼事 停電 停電 然後停電完了 很多人爬樓梯爬到怕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樓房多多呢 歐巴馬總統寫過一句話 他說我下了北京的機場之後 走了20公里 全部都是高樓 那各位 這麼大的一個高樓區 如果真的沒電 會不會要人命 會啊 真的要人命 重點是很冷啊 要不要取暖 供暖都沒有了 所以呢 很多現在 長官官整人 正事也都不太辦 你知道現在在幹嘛 你知道嗎 在幹嘛 搶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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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理論上來說 煤能不能搶呢 不能搶 為什麼你知道嗎 節能減碳啊 對啊 怎麼可以搶煤呢 但大家各位 不管 那現在就麻煩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去年停電 陰影太嚴重了 各位你去想想看 那時候還有很多人就說 哎呀沒關係啦 就認真的發抖發抖發抖 為什麼呢 發抖發抖發抖 讓身體稍微暖和一點 這什麼奇怪的一個道理啊 但最近呢各位 現在中秋節還沒到哦 中國的煤價飛天哦 最近一噸的一個價格 到今天早上 是我抓今天早上的價格 一噸一萬兩千七百六十塊台幣 那重點是 現在為了節能減碳啊 所以現在的採煤減少了 所以他的原料煤庫存少了 百分之十一 那冬天要來了 怎麼辦 管他的先搶先贏啊 所以目前就在搶煤哦 那搶煤要不要工人 要不要卡車 有 目前中國產煤最大採區 在內蒙古你知道嗎 內蒙古出事了 出事 你知道出什麼事嗎 現在是警察變成土匪 警察變土匪 警察怎麼變土匪呢 把來龍去曼跟各位說 過去內蒙政府就髒 那過去內蒙政府呢 因為中國一直很喜歡輔助少數民族 喜歡輔助特別政府 為什麼呢 感覺有功效嘛 所以過去給很多的資助 那現在中央口袋沒那麼多錢 所以沒給那麼多 可是這邊呢 天高皇帝遠 每個人跟土皇帝一樣 所以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發生你那個運煤司機 開著運煤卡車 過去呢 交通警察一臺一臺攔下來 攔下來之後呢 就開罰單 為什麼開罰單 要你錢啊 他都跟你開你沒帶安全帶啊 那你敢說你沒帶安全帶嗎 每個人都有綁哦 每個人都有綁安全帶 不敢說 那不敢說怎麼辦呢 這應栽贓啊 所以這個叫無差別開單法 誇張耶 你大燕啊 飛啊飛飛過來 毛給我留下來 所以呢 你沒事別太來啊 你沒事別太來 但各位內蒙那個政府 又貪補又貧窮 現在呢 沒錢 沒錢動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為當地就養羊 就養牛 你說基礎工業也沒太多 所以最倒楣的是什麼呢 你每天卡車這邊來 那邊去 一臺一臺攔下來 全部都開罰單 所以這些警察 他們就說這個叫制服的一個土匪 所以目前的大刀霍霍 都瞄向很多的產業 都瞄向很多的有錢人 你跟我說 中國的政府這個時候 口袋很多錢很有錢 答死我都不信 但讓人生氣的是 現在冬天還沒到 沒已經在搶了 而警察呢 警察他就是一直開單 一直開單一直開單 為什麼警察他說 長官要求我們也要開啊 那重點在哪邊呢 重點就是在 那於政府他完全沒有錢